出于追求大国地位的需要 那么或者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 去试图拥有核武器 那这个意志是其他的两个方面都比不了的 那么在削减核武器方面 反正美俄手中都有太多的过了时的核武器要削减 即使没有核峰会 他们也会谈这件事情 而维护核安全方面 那么大家是有普遍共识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 那么在黑市上能够购买到核材料 那么恐怖组织能够接触到核物质 去给人类给普通的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觉得今天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奥巴马总统在捷克发表演说的时候 呼吁建立一个无核世界 七月份的美俄之间就进一步削减 战略的核武器是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现在又开这样一个核财军的峰会 我们这个世界离无核的这个目标到底还有多远 应该说无核世界是我们长期来的一个梦想 那么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理想 但是我们要知道无核世界是有条件的 它并不是一个无核的世界 那么就完全无条件的为无核世界 无核世界要放在飞战的这个前提下去考虑 那么只要那么军事手段 仍然是解决国际政治争端的一种方式 那么就不能排除有些国家 出于安全的需要需要获取核武器 那么我们知道核武器是一种终极的打击武器 但并不是唯一的武器 那么特别是现在美国第一 那么常规的军力 美国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 那么第二 美国的太空军事化进程 甚至太空武器化进程一直在持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即使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 也能对其他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那么反过来换位思考 那么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主动的去放弃核武器 所以只要战争还存在 那么核武器的完全消亡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难设想的 那么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个理想的目标 但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 那么从削减核武库的规模 减少核武国家的数量等一步一步的做起 最终才能达到一个无核世界 应该说这个努力是非常漫长的 即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提出了无核世界理想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些这几个月以来 那么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在不断的后退 从谈一个道德上的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开到降下来谈一些很现实的策略问题 那么能谈这些策略问题 应该是我们对这次核峰会的一个很大的期待 我们也希望在技术上 在策略上 核峰会能够拿出一些切实的成果来 而不只是去高唱一个无核世界的美好梦想 现实总提醒我们理想还有多远 好 谢谢叶老师的分析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沙河越冰村虽然是远离城区 但是各种生活的服务设施呢 样样都不缺 训练的闲暇之余 邮局超市休鞋铺 在这儿呢 我们就跟随着小萌去看看参阅的官兵生活的另一面 这里呢是一个貌似普通的超市 300平米的面积 1000多种的商品 但它的不普通在于什么呢 这个超市位于神秘的阅兵村里面 这里专门为授阅官兵服务的 虽然说在其他的地方 也有那么两三间小超市 但这儿呢是官兵们最爱的